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明天世界都在思念之下 这房子也太破了吧 这是给人住的吗 这房顶都快塌了 这和住在空地上有什么区别啊 怎么样大哥 舒服吗 舒 舒服 这 这边 好了 好了 说什么啊 想睡空地呢 睡吧 没人拦着啊 二位大哥 我们姑娘虽然位分低 但也侥幸得到王爷几分宠爱 现在公子正在气头上 指不定哪天后悔了 借我们回去也不是不可能 烦请二位大哥高抬贵手 找一间好点的住处 哎呦 俺前是王爷身边的红人啊 哎呦呦 失敬失敬 大哥 咱备马了 备马干 干什么呀 咱俩把红人给送到王爷那儿去 哦 哦 这 这 这 对 我呸 都 都轮落到这儿了 还拿自己当 当什么贵人呢 你勾眼看人低 等我们小姐回去那一天 又没两个小人后悔的时候 什么 回 回去 你看看旁边那位 论身份 论 论脾气 比 比你如何 好 那刚来我们这院的时候 差点给我们这院给 先 先了 现在呢 一 一年多了 那再凶的老老虎 那 那都变 变成猫了 凭什么他们 东霖 别说了 小姐 一个欺负难有什么委屈啊 那个老天爷 natomiast 我们下标的车吧 我们下标的车子 没有什么 ascension 这儿我先远吴房子 就这些是 小姐 你先坐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收拾好了 这 小人知道有些单薄 但 甄夫人看得紧 这是咱们主仆三人 加起来一共的免疫了 这是给我准备的被子 毛大毛二说得对 我现在已经是庶人了 不应该有主仆之分 李唐 这是给你的 姑娘 拿着 你现在身子还没好 不能动着 冬离 那就委屈你跟我一起睡了 那怎么行 这冷得像冰窖 小姐会冻坏的 你也知道冷得像冰窖啊 你就不怕冻死啊 姑娘 小人们见命一条 只是姑娘 没有人是见命一条 你们俩 都是陪我从鬼门关里 回来的人 这里再冷 也冷不过公子底的人心 唯一能将我暖回来的 就是你们俩的这份忠意 从今往后 咱们三个相互扶持 要是你们被冻着了 那我可怎么办 那小姐也答应我们一件事 不管您是贵人 还是庶人 永远都是我们的主子 这是公子对小姐好过的念想 奴婢不忍心 就给捡回来了 二啊 可可 瞅死我了 这胖这个连背 背都没有的 本来想从他们身上捞点油似的 你这 这还捞个屁 找我什么急啊 狗鸡了还能跳墙呢 服务装 再穷的人也能炸出点油来 我还就不信了 还能再来一个软又不吃的木耐药 毛代毛二 跟我来一趟 夫人 人再来了 夫人 夫人 坐吧 坐吧 起来 大哥坐 来 走 走 喝潮呀 夫人 一年了也没喝上您一杯水 今天这太阳打哪边出来 先看看里面是什么 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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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我 俩这 安 安前马后的伺候您 也一 一年多了 您 您 您怎么骂我们呀 这 这 这 骂 银 银子 二百五俩银子 银子 五百 夫人 您 您有优势 什么分分分 对啊 那 这不请你们喝茶吧 是因为你们不配 给你们银子 是想让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折磨它 老四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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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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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没有事情能够 影响到我们兄弟俩的感情 上马车吧 来 来 赶紧扶世子上车 可惜 可惜我九宫没了 要不然 小心伺候这儿 九宫 小人告退 九宫 九宫 你怎么就没了 要是让我知道 谁杀了三恶的孩子 我一定把他千刀万刮 世子也好 老四也好 谁都不重要 过去的都过去了 人死不能复生 反正呢我们就把 当下该做的给做好 好 那三哥我问你 圆埋里倒了 世子又是这副样子 恐怕四哥动手的日子 不会太远 三哥打算怎么办 也无需心急 四公子沉稳 除非找到必胜之机的缺口 否则绝不会轻举妄动 也深了 在下先行告退 三哥 你说 这吕北夷会中心吗 中心呢 是下人对主子而言 吕北夷呢 生性轻傲 对谁又可以用 忠心这两个字呢 恐怕有这么一个人 不就是几句气话吗 三哥非得把人赶出去 你说这天寒地冻 也不知道小嫂子 有没有被子 可怜啊 来 李先生 烦请一步说话 想不到四公子认为的缺口 竟然是在下 先生 早知我要找你 四公子想要对世子下手 就要洞悉三公子的一举一动 三公子身边 除了七公子 走得最近的似乎就是在下 可惜在下愚笨 恐怕会毁了四公子的大忌 若是之前 我不敢有此奢望 可是现在 他如此对待骆青莲 难道你不恨他 第二 我愿与先生共图大忌 一旦事成 我会答应你两件事 第一 除剑集 第二 将洛青莲赐你为妻 不必了 你不想要洞青莲 不必四公子来此 在下告辞 公子 公子 您怎么把床我打开站这儿呢 这大冷天的您别着凉了 回头我把您的被褥 枕套什么的 都换成厚的 这样您盖着舒服 别暖和 好 李唐 小姐呢 冬离小姐起床了 你别贫了 我问你小姐呢 冬离 睡这么久 眼睛还不够清亮 李唐 你怎么让小姐爬梯子呢 不关李唐的事 是我自己要来的 早点补完 晚上咱们就不会挨洞了 好 我也来帮忙 这 这饭都馊了 人怎么吃啊 要吃得就不错了 还挑三拣四 还拿自己当夫人呢 那真是感谢两位菩萨心肠 不知是在谁做下服侍的 是阎洛王还是判官啊 人家 好说 知道我们是好 好心 好心 就行 大哥 他骂咱呢 他 骂 骂他 你说 谁是牛头马面 这饭 能 能吃就吃 不能吃拉 拉倒 谁说我们不吃 人不吃饭不就饿死了吗 还是哪个牛头马面 真想让我们饿死 你可不害 谁说不不 我还告诉你 这是别院啊 就吃着 你爱吃不吃 你 defining 吃饭不吃 这能住人吗 你要让我在这儿待一天 我一天都待不了 妈 这饭 她 她 她们都吃 吃了 吃 吃呗 吃啊 好吃 多吃点 没事把这盒给我送过去啊 大哥 怎么还看饿了呢 赶走 一天让我操心 走走走 这 这 这 大姐 没什么可难过的 再难吃的饭 都可以让人吃饱 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 有朝一日 把我们受的所有的苦 统统都还给害我们的人 公子 咱们进去呗 你看看 咱们大老远过来 不就为了见莲姑娘吗 那咱们进去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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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好像有人 不会有贼伴 李棠 要不你去看看 不用了 这大白天的应该不是贼 可能是有些好事之人吧 吃饭 夫人 夫人 骆青莲竟然把毛大毛儿给的残根剩饭 都给吃了 这对有些人来说 这冰冷冷的硬发 他好过这香喷喷的热菜了 可是这骆青莲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的你来顺舍了 上车 叶哥哥 这 向东三百里有一个村落 十分僻静难寻 我已经查好线路 备好行装 最快只需三天便可远离取量 从此以后 再无人能够找到我们 走吧 我不可以走 我还要等柔姐姐和容姐姐的消息 我还没有知道我孩儿死的真相 我不能让我的孩儿 平白无辜地丧命 那你自己呢 我要眼睁睁看着你 在这里受苦 吃不饱穿不暖吗 莲芽 我答应你 随时关注公子弟的动向 只要找到证据 我便立刻陪你回王府告状 莲芽 叶哥哥 我已经害得你身负剑技 不能够再累你重生 你回去吧 回到三公子身边 帮他洗剧 除掉剑技 忘了我 回来 这是敬酒 你们若收 打今儿起 我便是你们的新主人 不收也没关系 不过以后别再找我麻烦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不介意再多找两个人陪葬 你 她 夫人 夫人 她 她 慢点说 别毛毛躁躁的 问瑶夫人 姐姐之前做过什么 我也未必是糊涂着 从前的事就此别过 现在我改了主意 要在这南郊别院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便少不了和姐姐还有些日子的缘分 既然你我都已经是庶人 没了位分 没了男人 也没了家族 能和平共处 才是正理 姐姐说是吗 我让毛大毛熬了些粥 姐姐若是喜欢 便差如画来取点吧 几天不见 她像是变了一个人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难如朕 拜你所赐 我会好好地活着 或一月或一年或一生 来日方长必有归期 只要我有求于何连心一天 青年出于愧疚 必会继续为神于她 若曦觉得是修公子 那何连心便不再会是我们之间的阻碍 祝福 来 请 请 听说难如真进了侧夫人 是 说是早就要进的 公子忙着世子的事烦着心 刚刚才过得上 王爷冷落了世子两年 他眼睁睁地看着修公子 一人独大 怎么会不心烦 姑娘 咱们来这南郊别院 可以整整两年了呀 不急 姑娘心里有数 小的不急 感情你们心里都有数 就我没有 小姐 到底在等什么 莲姑娘 辰哥 辰嫂 我们想多借点农具拥有 怎么这么着急呀 不急不行啊 王爷又要受恋了 这有好几天不能下田 天里的麦子得赶紧收完哪 是啊 给 来 谢谢林姑娘 不谢 走 姓公子 乙公子 世子爷请二位公子先回去 说今日身子不适 就不见客 别舍不得 规矩古重 果然是上的 这都能让你料到 父亲秋显都没有带他 他真的就不着急吗 谁说他不急 他越是急就越不会见我们 世子底这么大 装的都是世子的架子和面子 但好在现在我兜里装的 可是你的这个宝贝 走吧 愿赌服输 不愿赌服输 三哥 父亲这两年一直不太待见世子 可老四风头正盛 世子虽沉迷酒色 但老四心术不正 定不能掌管取良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父亲自有定夺 按兵不动 我们先不要太过着急 三哥 我倒是有个办法 就怕你不同意 既然你知道我不同意 那就别说了 三哥 你明知道父亲喜欢听小嫂子的话 你把它从别院放出来 替世子美颜几句 何至于现在这样 六 什么 六次了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南墙 要撞几次才得回头 不是老七没记性 是三哥你没道理啊 我就想不通了 三哥你对别的女人游刃有余 什么瞎话张可就来 怎么偏偏真心喜欢这个 映像个石头 老七 你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有为谁茶饭不思吗 没有啊 有为谁彻夜未眠吗 没有 你看 谁才是石头 满嘴胡话 没法子 只能让世子主动进行筹备秋显之事 指着父亲念他的苦劳 改变心意了 靠苦劳打动你们的父亲 等于宣布世子穷途末路了 你怎么想 不去 不去 你让世子放弃 我说的不是世子 是王爷 说什么 再说一次 儿恳请父亲取消为例 你的骑射都是谁叫你的 父亲疼爱儿子 儿莫持不忘 那本王都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父亲说 骑射可定天下 欲外武 防内乱 所以父亲每年都寻边狩猎 为的是熟悉骑射 这么多年 虽然父亲事物繁忙 却也从未有所变化 来 很好啊 来 谢父亲 你记得很清楚吗 很好 在本王众多儿子当中啊 论天之聪颖 你是第一 论被师叔 没有人能赢得过你 但这又如何呢 你对治理天下的道理 你已了解多少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整天就知道拉帮结派 赤鹤玩儿 你没有做过一件震惊的事情 这两年 我为什么冷落得你 你心里很明白 现在你不思悔改也就罢了 你反而因为一次违恋没带你去 你就怀恨在心 蓄意阻拦 父亲 儿子不敢 儿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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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 是什么 是百姓 你父亲 每年巡猎 出动的官兵和将士 拿数百人之多 实在是劳命上财 而且沿途到封城封路 给百姓带来的不便 况且围路太周围 百姓不得靠近 那老百姓就不能下田了 眼下正是秋寿之急 百姓辛苦了一年 他们一年的生计全在于此啊 父亲 是 明察 巧言令 父亲 儿子明白了 父亲为猎是为了取良久安 而世子劝父亲取消为令 也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因为心系百姓 这是父亲之福 取良之福啊 什么取良之福 他那是违逆祖宗 大不孝 好 父亲 儿 虽然是父亲的儿子 可 可儿也是取良的世子 我 世姨如果因此 受罚 若父亲因为此事 责罚儿子 儿 依 心甘情愿 你真的是这么想 可儿 是如此想 你真的这么想 你真的这么想 没骗本我 是 是 好 好 好 虽然方法不变通 但心思却是好的 很好 很好 本王子就告诉我一位叔 说从明年开始 不 从今年开始 取消沿途一切的避讳 农根正常 好 谢父亲 农王的一帆兴血没有白飞 还是 好 大家 起来吧 起来 父亲 儿自得父亲教诲 日日反省 绝不敢忘 儿 儿心愿已达成 这就告退了 是 是该早点回去了 明天一大早还得出发 总得好好准备一下吧 爱你 岳寅 绝不肯 岳寅 石头 看您一脸轻松的样子 失诚了 如你所料 王爷很是安慰 欣然让世子随行 之前你让我献祭时 我还担心王爷会震怒呢 没想到 警方嬷嬷只是调教了你几日 便真让你对王爷的心思了如指掌 是警方嬷嬷的调教 也是我跟王爷的缘分 那跟他呢 跟他的缘分呢 说好不提他 也说好了 让他知道你是不可或缺 借你回府 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什么时候 这两年来 你做的一切都是借我掷手 你到底在等什么 我看你 想得到一个人的心 远比种这些花花草草 要难多了 岳哥哥 不说了 是我犯规 父亲改变主意 又让世子参加围练了 又让世子参加围练了 这件事情 老三不会不知情吧 休公子不用绕圈子 是我的主意 休公子不必动弩 休公子不必动弩 我虽然答应帮休公子的忙 却早也有言在先 只要是骆青莲让我做的事 我一定会去做 吕北义 休公子以为 王爷秋显带着世子 真的是坏事吗 启禀王爷 经过计算 四公子的猎物最多 三公子和他相差无几 是第二名 好好好 不愧是我贺家的子孙哪 来人 赏枪 老四 儿子在 这支吐口枪 东王收藏了多年 今天就赏赐给你啊 这支吐口枪 儿子叩谢父亲 儿子定当苦练齐赦 绝不懈怠 竟然让老四抢了图宫 父亲那把枪宝贝得很 我要了几次都没给我 今天居然给了他 不就把枪吗 二哥你要是喜欢 改天三弟就帮你拿几把吗 这是枪的事吗 这是父亲的心意 父亲待我不像以前了 以前父亲 他什么事都想着我 有一次 我婴病伪能同去 父亲列到一只五斤重的野兔 都专门写信给我 惋惜我不能看到 可今天呢 他都没有看我一眼 二哥急了 二哥急了 你看父亲都带你围猎了 这你还怕会没有重新重用的机会吗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我只怕是夜长梦多 报 姓公子 什么东西 让我瞧瞧 先放下来吧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回世子爷 这是部落贵族送来的献品 因为和王爷赐给修公子的突火枪 有些相似 他们怕弄错了 特意让我来问问姓公子 没问题 拿回去吧 是 是 二哥 二哥 这可是父亲的献品 不是献品 我还没兴趣呢 二哥这恐怕不太妥 或许你应该 行了 我一个堂堂的世子 我拿父亲一把枪 怎么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丢了一把突火枪 硬在清单上划掉 好 我让你 Ado 我让你上海的情 我还得说 我说我的天啊 你还顺着 你会让我看 我还不太疲惧 你还是要不要 我还不太想 我还不太疲惧 你还不太疲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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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修守住心中 执着的黑白 才晓得达到指尖是爱 当愿 似人身伴用来 无论经历什么 无法徘徊 江山海岸河奈 我对你的诺都在 无惧这土研石道俗爱 又无其宅 月落星三明海 我对你的诺都在 生生世世 都随心怀 永不开